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帮忙朋友消单打五百多次 多年来使师傅少了近二十九万的收入 最后这名管理员被法官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学生不好意思 这个停车场都已经满了 是我 老蔡啊 你怎么会过来 我来这边办点事 里面没有位置了嘛 都已经满了 不过 这边身心障碍者停车是免费的 我用他的名义帮你报就好了 你常这么照顾我 这点小事没问题 太好了 那我的停车缴费单 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帮我销单呢 反正 公有收费停车场 销单作业是我管的 这点小事交给我了 谢谢 谢谢 李先生稍等一下 我是停管处的阵风人员 请问长官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子的 前阵子有位身心障碍朋友在停管处申请销单时 发现他的身心障碍停车证被重复使用 请您协助说明一下 有些人可能会问 不过就是免费停车有这么严重吗 让我们看一下相关法令 图例最类型分为两种 分别是公务员就主管或监督之事务 与非主管或监督之事务图例 简单的说公务员是明知违背法令 且有图例的意图 而因此获利者才构成图例罪 例如影片中管理员利用自己的职权 进行销单作戒 不但违反法令 也使对方获得年缴纳停车费用之不法利益 不过还有些人会疑惑 到底图例跟便民之间要怎么区别 简单来说就是这件事情是否违反法令 并且获得不法利益 也就是说公务员执行行务时 其行为究竟是图例还是会辩宁 要看他的行为有无逾越法律范围 而意图为他人获取不法之利益来判断 如果只是过失是不会构成图例罪的 不过要注意的是过失犯错 还是会有其他的行政陈处 并非完全没有事 所以还是要小心谨慎 下面让我们来看到健确的做法 学生不好意思 这个停车场上已经满了 是我 老蔡你先怎么会过来 我来这边办点事 里面没有位置了 都满了 那边不是还有一个位置吗 这是身心障碍者朋友的保留车位 不能停了 不然这样好了 我帮你问问附近 看有没有停车场还有空位 好好好 那就麻烦你了 谢谢 法理之外不外乎人情 在法令允许的情况下 事实给民众方便是一件好事 但若是愉悦奋契 触犯法网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联系人就在你身旁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